原标题这是咋了,吴京微博报平安,现在,8月13日,面对百家号半下雨如烟,在文章中乐意配黑白照,既暗示自己逝世的标题所引发的纷争,吴京在微博上大度回应二字,现在,百家号客服回应趁,今网友举报,该自媒起账号已被永久封禁, 8月13日上午,不少人打开百度APP时都被吓了一跳,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张无精的黑白照,并配已逝者长一役,生者如斯夫,网友表示心疼,先难照顾好自己,的标题,占据了首页大半个篇幅,这几句暗示的配图颜色和标题,都给人传递了一个信息,吴京恐遭遇不测,可当网友们点开这篇文章后才发现, 被骗了,实际上这则新闻说的是,吴京的妻子谢南追思,不久前去世的外婆,她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缅怀外婆的小短文,这本和吴京没多大关系,却愣是被自媒体为了刷文章流量,可以使用吴京的黑白照和具有暗示意味的标题, 让网友们都误以为是吴京遭遇不测,想要点开文章一看究竟,在这一篇标题的文章收获了许多点击量后,这个自媒体在接待力又拔布了一篇图集文章,封面一座配的是吴京的黑白照和暗示标题, 点开一看却是讲述谢南与吴京过往的内容,银行们的各类假新闻虽然屡间不值,可恶劣如此,为了流量而故意编造他人世事的新闻,都不能仅仅用缺的二字形容了, 当天晚上,被死亡的当事人吴京对此做出回应,向粉丝们报平安,他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与自媒体文中使用了同一张照片的彩色版,并陪伦二字, 现在,吴京这一轻描淡写却又足够有力的回应,令网友们直夸其大度,情声高,而百家号客服的观望微博随后也回应着, 今网友举报,该自媒体的账号已经被永久封禁,目前在百家号中已经搜不到自媒体乱下雨如烟,但其曾经发布过的部分文章仍然可以阅读,除了吴京的乌龙黑白照,被死亡,被结婚,被分手, 这些假新闻一直层出不穷,光是被死亡这一项,某些自媒体们随身随便并便空在死亡笔记,上天几个名字,就是人头落地, 再惨一点的可能还要多死个几回,像是金融这种已经被自媒体来来回回也死了二十多次的, 不算少见,早要动动嘴,僻要跑断腿,信息爆炸的时代,大部分人缺乏对信息真实性的鉴别能力,某些自媒体为了博人眼球而容易编造新闻和标题党的行为,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,更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。 网友们呼吁,自媒体人应当树立正确三观,自我严格要求,除此以外,各个媒体平台的审核制度也要严谨完善,有所作为严厉打击此类假新闻,不然同样也是这些闹序的帮凶来源,观察者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